我忘了跟大家說 我在日本搭了一副眼鏡 怎樣啊 大家覺得 這副眼鏡其實如果你們這樣看都不錯的 但是一定要化妝才可以戴 我覺得素環戴是比較奇怪 而且我這樣拍片要自然光拍才好 不然我只要對高一點就像窩意 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我們繼續日本拍片 今天就要講護膚品 因為上星期化妝品實在太長了 所以無奈地都要分開兩次拍 那我們繼續吧 我很有印象有一位觀眾在某一段影片留言 就會問我你去日本會買什麼MASA 然後我記得我回答他 我就說我很少在日本買MASA 我這次自己打掉了嘴巴 因為我買了很多MASA 我是買了這麼多盒MASA 首先最大的一盒是這款 它會說是55秒就敷完的MASA 它說得很神奇的 55秒就可以做完洗臉、化妝水、SERUM、乳液、CREAM、MASA 還有我最後都不知道它寫什麼了 還有是說有很多不同的蔬菜成分組成的 那就試一下吧 之前如果你有追看我的影片 都知道我很喜歡3DMark 香港其實有得買紅色、藍色和橙色 我就在日本不會入貨的 因為不想拿 但這次在日本就看到這個濃厚版 一個新版 當然說到自己比較高一點 這款是主打保濕、這款是主打彈性的 我自己用了白色這一盒 就覺得它是比普通的3DMASK 再濃厚一點 但以我們香港的天氣 如果你是好像我這樣超級光機 才會用得著 如果你是中性肌膚或者油性肌膚 基本上你都不用想它們了 我這次買的MASK 都是比較香港不常見的 這三盒我暫時都好像未看到的 一樣全部都是寫著濃厚保濕 這四個字簡直插中我的心 其實都挺貴的 裡面一盒都三塊而已 在日本的時候用了其中一塊 我就覺得好像沒有什麼特別 在香港我暫時還沒用的 好,這兩款我也是給它包裝吸引的 是一個肚子的MASK 昨天就敷了這一塊肚子 其實它也是一個中度保濕 不算很濃厚的 但是它那肚子的味道 我覺得有三成的 七成是那肚子的糖 那肚子的味道 很香很容易人的 我也覺得很放鬆的 而這個閃亮亮的肚子 我還沒用 但是憑它說的cool gel mask 應該敷下去會有涼涼的感覺 其實我買它 本身最大的原因 除了是肚子之外 就是它寫著gel mask 你們都知道我很喜歡敷那些gel mask 我以為是那一款 原來不是 其實它也是paper mask 它的 serum也不是很啫喱 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它改這個名字 我這次送給大家的手信 就是每一盒我都會拿一塊出來 全部都是香港未有得買的 的面膜來給大家的 一樣都是跟平常的方法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就記得留意片來 如何去參加這個手信 giveaway 最後就是一個sleeping mask 牌子就是EXR 我自己都很喜歡的sleeping mask 其實我自己比較少敷這個sleeping mask 但是我媽媽很喜歡 所以這一盒其實我是送給她的 然後在街上其實都 最近都發現很多人很喜歡用這款的口罩 當然一來就是它的顏色 韓國興起這個黑色的口罩 然後我自己就喜歡這個粉紅色 還有藍色都覺得蠻特別的 它這款的口罩是說可以洗的 一個可以用三次 而且它是沒有那麼局促的 好像說有一邊的孔是比較大一點 就可以吸氣的時候 有些新鮮的空氣 所以我覺得它不是那些 給細菌的口罩 它是給花粉症的 所以如果鼻敏感很厲害那一天 其實都可以戴這些口罩 應該可以舒緩到鼻敏感的情況 然後我買了另外這一款的口罩 都是給鼻敏感用的 這個品牌其實是有出鼻敏感紙巾的 所以我就試試看 是否哪一款是比較好用的 然後大家都不陌生的 其實經常都會有人問 但我已經說過非常非常多一次的 就是這個日本的去角質化妝水 我一直都會在日本買補充妝的 今次我就沒有買到下妝油 因為我自己還有四包 但是這個沒有貨 所以我就買了三包 然後我的補充膏 也是有止汗膏的 但我真的很好用 接著我就買了一個精氣的眼膜 我本身不知道香港是可以買這個蛋黃哥 總之不學回來 而這個就是一個限定櫻花味 接著就到兩支的spray 兩支都是一個防曬的spray 這支的味道是比較海洋香水的感覺 然後這支就是一個花香味 因為我發覺我自己的手臂那些 真的越來越黑了 所以我懷疑我平日都要用這些 噴這些防曬才可以阻止它繼續黑下去 我實在太容易去曬黑了 雖然我沒有買到平日買下妝油的補充妝 但也買了兩支的下妝產品 這支就是我在IG story跟大家說 我真的找了很多年都不知道在哪裡買 我自己有一位朋友 就特意發訊息給我 就告訴我原來是專門店買的 不是藥妝店也不是美妝店 那牌子就會是這個 為什麼我會一直覺得它是藥妝店買到呢 因為我看的那些報道 一直截圖都是說它60元而已 一定是藥妝店吧 但是原來它不是這個價格 它大約是160元左右 是貴差不多三倍的 但是它明列前茅了很多年 在cosme派行房 所以我覺得幾貴都要試一試 是不是真的傳說中那麼好用 而另外這支會是一個cleansing milk 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樣子 這些白色的包裝好像很低刺激性 因為我現在手上用一支小的clarence 又快用完了 所以我看它的樣子應該沒事的 所以我就買回來用平時的淡妝 不過如果我這樣拍片 我都一定是用卸妝又卸妝的 然後我這個包裝號小姐 又因為這個盒子很漂亮 就買了這一套的化妝水 除了包裝方面 我看到它寫著乳酸菌化妝水 乳酸菌我只想起憶力多 我覺得挺有趣 其實又不是特別貴的 1300日圓 如果我沒有記錯 所以看到它有這個套裝 我就買了來試 因為我都很喜歡試不同的Toner 然後我是買了一個潤唇膏 上次化妝片我不是說過 我忘記了帶潤唇膏去日本的 所以我去到這個眉妝店 就想都不想 又把潤唇膏放在籃子裡 但是我忘記了退稅 它會搭死在膠袋裡 我是拿不到出來用 所以到現在都沒有開過 我那幾天一直都是 嘴巴乾裂的 遲些看VLOG你們就會看到的 好了 終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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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後了 那就是這個旅程 我買得算比較貴 比較中價的一些東西 那就會是Orbis的這一套護膚品 這一套東西 其實我在日本就糾結了三天 我每一天都問我男朋友 我買不買好啊 你覺得我買不買好啊 好貴啊 因為他們加起來 是要五百多港幣的 但是Orbis現在在香港 好像已經撤退了 而且就算它在香港有Counter的時候 跟日本的價錢也相差很遠 我自己以前都很喜歡用Orbis 但是都沒有用它幾年 它也出了很多新的line 我就想再用 那這次這個toner 是有少許的結身的 不是完全水狀的 所以是有 精華型的toner的感覺 然後呢 這一枝是Jelly Pack 它就會說一個星期用兩次三次左右 用來代替洗臉膏去用 就可以令到皮膚更透亮 有彈性 可以去一下角質 這樣 然後呢 這一枝很明顯就是一個cream 來的 它也是這個很簡潔的包裝 我自己在專門店裡試的時候 就覺得它的保濕程度都非常之不錯 所以就買了回來 其實我現在手上呢 還有一枝cream未用完的 我不知道何年何日才可以試到它 我不想特意再開到一枝 但是買回來先 香港沒得買嘛 好啦 那終於一連兩集的日本科片 完滿結束了 我拍了快兩小時了 對啦 那 很開心啦 這次買了這麼多東西 也有很多不同的手信可以送給大家 算上一條化妝品的手信 還有這條影片的手信 如果你有看都知道是什麼 那怎樣參加這個giveaway呢 其實一樣都是很簡單的 就是那些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個like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的下午三點 和星期日的下午十二點 都會看到新片的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byebye